在這個講次我們請到的是 徵官顧問公司的何敏華副總 來為各位分享 品牌跨境落地接地氣食物123 我們歡迎Joyce 謝謝 我們工業局的長官 還有我們這個品牌台灣 發展計畫辦公室的這個州處長 還有我們各位這個 廣告公司的這個團隊成員 還有這個我們在座的各位業界先進 大家好 我是徵官顧問的Joyce 這個謝謝剛剛這個我們 資車會的這個演講 我接在他的後面 我壓力比較不是那麼的大 因為前面都有很多非常非常 很多厲害的這個設計公司 所以你們的這個 powerpoint 都做得非常的這個美麗 這樣 那我們徵官顧問呢 這個處長有特別指示跟交代 就是說今天一定要這個無盡的 無私的這個分享 而且要特別講到很多 食物上的這個做法 不能只是形容詞啊 或是什麼這等等 所以我把我們這個 就很無私的這個分享 來跟大家這個學習啊 好跟分享一下 而且特別指定要求 一定要講這個品牌跨境 而且一定要落地又要接地氣 這樣好 聽完希望保證營業也可以成長 這樣最好 OK好 那我們徵官顧問呢 我們今年成立了十年的時間 那我本身個人也在徵官顧問 有十年的時間這樣 那各位先生目前看到 這是我們這個內湖辦公室 那我們是取自這個唐朝 就是徵官之治 我們希望能夠仿效我們唐太宗 當時的盛世的年代 所以我們這徵官顧問這四個字呢 我們是用這個後世 這個寧摩王熙字的這個書法 至於徵官顧問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幫助我們 更多這個華人 能夠揚名這個全球 那我想跟各位呢 因為我們這個 所謂講品牌要有差異嘛是吧 那我先講 我們是專注在做這個品牌 定位跟全球策略管理家 所以這個坦白說 設計不是我們的強項 先說一下 OK 那這是我們這個 這個王熙字跟這個 衛夫人書的這個 就是點證圖嘛 那我們希望在做品牌 這件事情 我們有我們自己 很多獨特的看法 就是呢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 幫我們的客戶呢 你要知道就了解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人在很多的這個 你有很多這個感動的這個時刻 比如說你在跟這個 結婚的時候啦 求婚的時候 等等很多關鍵的時刻 但是關鍵是 你要在如何對的時間 做對的事情 這事實上是蠻重要的 這樣 那平常我們怎麼訓練我們的過問呢 那我們的過問 相信只要用過 跟我們服務過的客戶呢 每個都會喜歡上我們的過問 都會問說 這個可不可以來我們公司上班 這樣 所以我們在訓練我們的過問呢 我們很在乎 跟並且學習我們的王熙字 為什麼書法能夠入目三分的 原因事實上 是來自於他的衛夫人 教他這個點字啊 一橫一鎖一撇 這樣的做來 所以我們在訓練我們的過問呢 我們認為 基本的這個事情最重要 所以呢 有了方法之後 你要不斷的這個練習這樣 那我想我們 我也很開心 今天來到今天高雄這個現場這樣 那我想 我要特別的這個歡迎我們這個卡訓電子的這個 吳董市長 他剛剛獲得我們這個經濟部女性創業經營獎的這個亞軍 其實事實上應該是冠軍啦 以他這麼優秀的支持下 那我想如果過很多業界昨天有來聽這個我們卡訓電子這個洪執行副總 他分享這個 唯有這個什麼 信任感 才能造就百年的這個品牌這樣 那以卡訓電子 我們剛才跟他們從大陸才落地接第七回來這樣 那這個也獲得他們當地的這個代理商今年的業績相較於去年翻倍之外呢 也承諾明年業績要再翻倍加 所以在在座的各位嘉賓 等一下會後不要忘了去這個跟我們吳董市長認識一下 他們的毛利非常的好 股票代號你可以等一下自己問他 是一次價值得非常投資的一個公司價 好 那我想也很開心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既然我們曾觀工我們很真實 我們很實在 也很落地很接地氣 所以呢 我們今年十年磨一劍呢 我們現在目前呢 我們今年度在上海已經成立了所謂的分公司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 我們自己本身實際落地這樣的一個做法 幫助我們台灣的品牌 能夠走出去富起來 搶起來這樣 好 那我想很快的呢 來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我想我們過去這個十年 我們透過我們輔導的這個過去的經驗跟經歷呢 我們有整理跟找到一些 就是經營品牌常見的這個死因這樣 那這個常見的這個死因裡面有包含很多 第一個你可能不知道你的目標消費者是誰 好 然後你也不知道你對客戶來說你到底重要的是什麼 你的這個死因在那個我們待會網路上可以下載 大家不用急著拍 好 這個應處長的指示要求都給了 好 方法心法都給了 這樣 好 那我想大家可以這個盡情的打開你的耳朵 好 來多聽一下 那還有另外就是說呢 你可能不 那很多事情你很想做 到底什麼事情應該要做 這個所謂 還有甚至很多客戶跟我講 什麼 麻天專業了 什麼 被殺不拔掉了 這樣 然後永遠要做的事情都很多 那又沒有人 那代理商又很多不聽話 不能管 不會 管不動 叫不動 這樣 然後代理商呢 也沒有在跑市場 等等的這些問題 然後我也不知道 到底競技對手是怎麼樣講 所以我們累積了這個死大人這個死因講 那所以我們今天主要主要這個主題要講就是 跨境落地接地去一二三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兩大的核心概念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也就是我們這十年我們發現不斷的這個淬煉 從客戶的身上我們找到就是透過這樣的方法 的確可以幫助我們客戶在建立品牌上面可以有一些好的一個發展 一個叫做這個MOT 跟 VCPD 那目前我們在這個大陸我們跟這個我們這個汪總 Vincent 他也跟他也受邀這個香港大學在中國內地裡面跟中國商學院的一些學生在京上廣 就是北京上海跟這個深圳都有在做這個開課的這個課程 而MOT 的這個概念叫做Moment of Truth 就是你當每一個你不管你在做買任何的東西或是在跟你的客戶接觸 或是你在進入這個產品的時候 你有很多很多的這個時刻 這個時刻非常非常的多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從這個理論學說是來自於這個北歐航空的這個 這個前總裁他曾經說過呢 我們在一年裡面我們接觸了一千萬的客戶 那我們發現呢這一千萬客戶裡面呢 平均呢會跟我們的五位員工會接觸 每一次接觸呢也十五秒鐘 所以呢我如何能夠掌握這五千萬次十五秒鐘的這個關鍵時刻 我把這個十五秒鐘的這個事情我把它做好 相信我的品牌就能夠有所提升 這個理論學說是來自這個我們北歐航空的這個前總裁提出來的這樣 所以我們這關顧問呢我們就去 我們就去用我們的這個方法 因為我們很在乎這個方法 學這件事情這樣 所以我們就去看我們去探討 就是說事實上呢整個MOT是來自於我們消費者的整個經驗的這個流程 包含你從他在察覺跟思考 他在想要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想到你這個品牌 他怎麼察覺到你 那他是怎麼想的 然後你所講的話你所做的事情 你有沒有打動到他 接下來是選購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會開始進行所謂比較啦 或是體驗啦 那另外就是使用上的經驗這樣 當他買了之後他的使用經驗是怎麼樣 那買之後你到底好不好用 還有你的收入服務等等的 累積了他跟你之間的所謂的忠誠度 跟你跟他之間有沒有所謂的品牌的關係 這個我們叫做MOT的這件事情這樣 那這個中間的這個圓圈裡面就代表MOT1234 就是你有很多的這個事情要做 好這樣 就是積累承諾 積累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累積消費者跟你之間的這個互動跟關係 所以MOT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MOT第一個 你可以把你所期待想要置入給消費者的這個訊息 或是你的故事 你可以透過這MOT的這個操作呢 讓消費者能夠記得你 同時你可以影響他的一些決策的行為 好這樣 好這是MOT 那我想很快速的跟大家也分享一個 也很高興跟大家分享這個 我們中華航空的這個案例 如果大家最近有在飛這個長城 比如像荷蘭啊紐約啊這些等等這樣 如果你有嘗試做過這個 華航的777的這個背景呢 這個品牌的策略的顧問研究案 就是由我們政官顧問所執行的 我們也很高興有機會來執行他這個 他透過這個新機隊的引進呢 從進行這個品牌的重新定位這樣 那他這個品牌重新定位 我想大家對這個華航 應該有一些很多的這個印象這樣 那就是一個很老的一家公司吧 好這樣已經五十幾年了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執行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在2012年到2013年的時候 我們執行了這個案子這樣 那我們知道整個全球的經濟的變化 事實上這個全球經濟的近幾年代不是很好 所以你就發現他五年來的這個營業 沒什麼太大的變化 可是呢 你會發現他的毛利率 他的營業經濟率呢 卻攀升了大概5.6% 為什麼 就是因為呢 我們幫他做了這個 他藉由這個新機之類的這個引進呢 我們做了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以至於營業沒什麼太大的變化 但是毛利卻是增加了 原因是因為當初呢 華航他面臨幾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他當初他的商務艙啊 都沒有人做 但是呢經濟艙都客了 為什麼 因為便宜嘛 是吧 但是商務艙為什麼沒有人做呢 所以我們就要找到 為什麼人家不做你的商務艙 這是一 然後另外就是華航他這家公司呢 他有幾個老啊 就是這個 公司老 飛機老 空姐 你說的不是我說的 所以呢 那另外還有他的客戶也 老了 當村喜歡華航的客戶也老了 OK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能夠透過這個 心機率的引進呢 我們能夠把它找到就是說 到底 商務艙的這個部分 能不能 就是多一點人來做這樣 所以呢 他的定位就定位在哪裡 就是商務艙的客戶要增加這樣 好 另外 否則的話 因為他要買10台飛機 跟大家分享 一台飛機的造價2億啊 10台是20億 這個 不少錢啦 所以小板如果沒有改善的話 心機率怎麼辦呢 好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個MOT 商業品牌們的這個方法呢 幫助黃找到 提升商務艙的這個 課程信用 所謂的他們 到底在乎的是什麼事情 我們透過了這個 我們訪談 20月社會上的先打 包含這個 呃這個 雲門午節的林懷銘 林先生還有 嚴長舟嚴總裁 還有我們優優卡公司的董事長 我們台灣非常多 業界非常成功的 這個社會先打架 那同學做消費者的交流團體訪談 那1000多份的量化問卷 最後我們聚焦出來 15個MOT 就是你這麼多的事情要做 你想要先把這15個MOT把它做好 同時呢 不是只有這15個MOT 還需要什麼 執行的細節 那個我們叫做84個 就是你只要把這個 15個關鍵的時刻 跟做這84件事情 是事情 是Action Item 然後同時我們幫他提出 這個品牌個性 最後呢 就產出了這個品牌的 這個重新定位價 所以這就是15個MOT 我們現在因為消費者現在大概眼見為憑 不能說你 你說了就算 當然不能讓你看太多細節 所以有15個MOT 這品牌 關鍵時刻把它聚焦出來 本來呢 事實上有300多個MOT 但是我們後來聚焦15個 然後同時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這84個重要的因子 你要把它完成這樣 那最後我們產出 它這個品牌的個性 因為華為就是優雅 代表我們台灣的典範 有些感動 有些紀律這樣 然後怎麼做安全信賴 然後後來呢 我們也結合 因為我們政官部是專注在這個品牌策略這一段這樣 那所以後面呢 我們也結合這個 我們陳瑞憲老師 進行這個機艙的這個感造這樣 所以這是飛機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登機上去這樣 然後整個那個內艙的這個感造這樣 好 這是機艙然後親子落艙這樣 好 然後同時要請林懷民先做這個代表 而人生就是一次次的出走 回家 出走 再回家 許多人以為飛行只是飛行 華航把飛行變成了一種生活的藝術 坐著 躺著 都很自在 我在空中找到了一個可以思考 也可以輕鬆休息的地方 華航不一樣 好的 那我想透過另外一個真實的案例就是說呢 透過MOT的這個時刻 就真的可以找到市場的機會嗎 好 我們有個客戶他在做羊奶粉的 那後來我們去做一個牛奶粉的這個 這個市場的調查研究 我們在這個FGD裡面 我們好好的去論述 這個這家公司的這個 的這個好處跟它的優勢 講完之後我們發現了 我們去做個調查 我們發現了 然後呢這些消費者裡面呢 他們的滿意度呢 都會提升到什麼的這個 這個調查研究 是有做過那個 那個什麼12個月的 對 你可以看到他有些數字這樣 那所以 然後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說呢 在這邊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品牌經營的關鍵是在 你要在對個間做對的事情 所以你到底你現在 你有沒有先掌握 到底你的消費者要什麼 然後你在左手做什麼的這個 設計還是廣告 你是應該先了解你的消費者 還是你應該著力在哪邊這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 VCPD的概念這樣 那VCPD的這個概念裡面呢 你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通常你在經營品牌 你會首先 一你會覺得 找不到好的代理商 然後呢 從這個 代工做得好好的 需要做品牌嗎 你可能會這樣想 這樣資源有限 不知道該怎麼 就是要怎麼去 然後不知道該打哪一個TA 然後產品太多 定位不清 產品沒有差異化 然後來把老闆來這個 經驗沒辦法複製 公司的氣氛差 沒錢打廣告等等的 然後持續競爭優勢 找不到合適的人 這麼多問題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麼多的這個問題呢 我們把它歸納整理出來呢 總共有12個這個垢面 同時呢 我們用化繁為簡的這個方法 用這個四個方法 來幫大家解決 這麼多品牌上面的一些問題這樣 那在全球跨境通路常見 第一個 你會遇到一個挑戰 異國不會 所以我才想找代理商 但是呢 很重要的一個心法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 怎麼經營那個市場 你怎麼會找到適合你的代理商呢 你會 你找別人代理 跟你不會讓別人代理 那是不一樣的意思 今天如果是我會 我是邀請你一起來賺這個錢 可是如果我不會 那就我拜託你 幫我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 這個經營市場的這個價值活動 我們自己本身 因為這品牌是我們自己的小孩 所以我們一定要自己知道怎麼做這樣 然後迷思二呢 就是說 我們在有些國家賣得好 那因為那個代理商一定要 所以觀念間就是找代理商嗎 其實不是的 你要想到就是說呢 代理商其實他是你的夥伴 他需要教導跟這個管理 那厲害的代理商 他一定在賣什麼 肯定在賣別人的東西 是吧 那為什麼要賣你的 所以你有什麼差 你有什麼特色 這一點呢 事實上也是我們自己應該會掌握的 然後所以你要知道代理商 哪裡賣 你要怎麼樣讓代理商賣你的東西 那是最關鍵的 然後另外就是你可遇到 代理商只會一直要錢 要錢要錢要錢 要不然這樣好了 訂個業績高一點 給他具備 行不行 其實啊 你要先求是 再求業績 為什麼呢 不要只管落後的指標 落後指標代表什麼 這個月業績達到多少 毛利率多少 大成率多少 這是管落後指標 然後也不要只問就是說 你一坐下來就會說 這個月業績 你還欠我多少 通常代理商你欠 我欠更多 那你要不要幫我做業績 那也好 所以更重要的是什麼事情要做 市場才會起來 再來 這樣都不行 要不然下一個會更好嗎 也不見得 所以認證的這個代理商呢 事實上你要理解 代理商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再訓練我們員工 才能拓展這個全球花架 所以大部分的原廠呢 我們都會想說我想要賺錢 我想要業績 其實代理商也是跟你一樣的 他也想要怎麼樣 他的心態也都是想要賺錢嘛 所以代理商的管理 事實上要有一套的做法 那我想我們卡訊之所以 能夠這麼成功 我必須再借這個機會呢 我想非常的佩服 我們這個武董市長 跟我們這個洪子雲副總 他們就的確非常的落實 跟執行 我們給他的這個策略 那因為我想這個時間的關係 可能因為現在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呢 這個資訊這個分享 這個在我們那個提供的 下載檔案裡面也都有 那我想很快速的呢 到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一些 關鍵的一些看法這樣 所以如果代理商業績不好 怎麼辦 跟你遇見代理商 你要不要簽怎麼簽呢 這裡面有很多的這個 一些做法 比如說你要避免互退責任 然後大家一起分工 不要期待 如果你只會生產 你剩下的事情 都想要交給代理商做 我想天下沒有那麼好的事情這樣 好 那代理商要記得 他不會代替你受傷 如果他代替你受傷 我們原廠也是一場空 這樣 好 所以這些方法 在我們的那個檔案裡面都有 所以不要只問數字 你要問如何經營市場 那所謂經營市場 就是所謂的這個領先的指標這樣 然後真正要怎麼管 代理商 談三件事 一怎麼經營市場 二怎麼分工 你做什麼我做什麼 三 我們再來討論如何達到這個數字這樣 好 那一個很重要的秘密武器 跟重要的觀念 一就是我們的業務本身 事實上也非常的這個重要 好這樣 重要的觀念就是分立 我們不要只想要將本求立 我們一定要讓他看到分立的這個概念 他也希望能夠成長 所以我們到底能夠代理他什麼樣的價值 這也是我們應該去思考的 那你在面對心理的代理商 很重要就是你的公司簡介這樣 那代理商在聽你的公司簡介的時候 他會有五大的關鍵問題 你是誰 你到底我為什麼要跟你合作 我本來就已經合作好好的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換等等的 那我跟你合作有什麼好處 我的第一是什麼 然後你們今年有什麼新產品嗎 你現在 那你跟你的經濟對手有什麼差 等等的這些問題他都會問你 這時候你可以想一想 你的公司簡介 有回答這幾個問題嗎 好這樣 好OK 然後代理商的債務是什麼 這是我們去訪談很多的這個 這個經交商代理商 他這個新加坡 國家體育館的這個 負責這個案子的老闆 他說一般擔心沒用過的產品 所以要讓基層商盡可能的測試 他是不會相信這樣 好 然後這是我們去 這我去廣州那邊 他說他希望能夠跟他 跟他合作夥伴是可以一起往前走的這樣 所以呢 落地接地7123 第一個要件 你要掌握這個MOT的關鍵時刻 第二個部分 你要有一個好的這個公司的簡介論述 跟加上好的業務 三 管三件事 一 我們怎麼一起經營這個市場 二 怎麼分工合作 三 還如何達到數字 而不是一坐下來就問他業績怎麼辦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品牌 跨境落地接地7 裡面有很重要的這個原則 方法一就是MOT的管理法則 那再來呢 才是這樣子的傳遞 落實你的這個品牌定位這樣 那這是我們在幫助我們的客戶經營品牌 建構的一個 四個很重要的模型 所以最重要的記得 就是Vincent 代理商 不是在替你受殺 代理商是要替你去經商 好以上一節的跟大家分享 然後有更多這個 很多我們在分享這個全球通路管理啊 還有這個 所謂企業經營的一些等等的 你可以 大家可以掃這個把口 這個是我們這個Vincent 他在這個中文字 他有發表非常非常多的這個 所謂全球通路管理 或者他個人的一些十年來 積累了很多的這個心法跟這個方法 他很多的這個文章都在這個裡面 大家可以到這個他的Facebook裡面去 去瀏覽閱讀這樣 好以上很快速跟大家分享 謝謝